癌末患者 静步疼痛案例 2013年的时候 工作时不时的满流到活龙 不舒服 有时候甚至连生命都划不出来 大大小小的诊手都跑遍了 但都检查不出年龄 过了一段时间 脊部长出了 预科组出物 间接下到了大医院去做检查 做了贴片与穿刺 医生证明了我是三次四起的下胺癌 要我赶紧住院做手术 2013年至2016年 癌症共复发了两次 前后做了三次的手术 数次的化疗电疗药也越刺越刀 但精神没放异象 同年2016年9月 颈部突然感觉到激烈疼痛 人以为只是睡眠品质不良 但隔天起床之后疼痛更加剧烈 赶紧到医院做检查 医生帮我安排了X光及全身骨骼扫描 但又检查不出眼影 开了药吃了半个月疼痛依然排斥在 直到有一天有人介绍了原始人 说可能对我的症状会有所帮助 我马上上网找寻张医师的讲座 及原始人的理论 看了之后觉得相当的有希望 决定放手试一试 即刻找到了张化入港症的原始人推广处 联系了志工丁师傅 询问他是否能够帮我处理症状 丁师傅也心难的接受 即刻约定时间教我帮我按推 起初几天症状似乎有所改善 但疼痛依旧在 每次起床的时候都要忍受疼痛 一段时间才能够顺利的出床 但我相信这是我最后的希望 我把全部寄托在原始本上 一样的每天遵照丁师傅的时候 请他帮我按推 喝酱汤、温敷、运动 保持良好的心情 痛足的睡眠 很快的竟然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症状都解除了很神奇 我又可以再度回到工作岗位 整个人好像好了一样 非常地感谢张医师所研发出来的原始人 谢谢丁师傅推广处所有的志工、师兄、师姐 细心地帮我注意 谢谢